公元144年,东汉的第八位皇帝汉顺帝,忽然就得了一场疾病,然后很快驾崩了,汉顺帝的突然去世,对于整个东汉来说,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,因为在东汉中期的历史上,汉顺帝是一个难得的明君,而且,他在位时间很长。 虽然他只活到了30岁,但是却做了20年的皇帝,而且在这20年里,汉顺帝一直稳坐皇位,从来没有出现过被人架空的情况,而在后来的史书上,大家对于汉顺帝的英年早逝,也大多感到非常惋惜,很多人认为,如果汉顺帝能多活二三十年,活到五六十岁再去世。